我想大家应该通过我们的话筒可以很清楚地听到现场民众的这个呼声 用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观点 而不是说采取一些激进的暴力冲突的方式 因为我就是真的在这个韩国的街头见过韩国民众暴力的冲击警车呀等等等等 给亲信干政事件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就没有看到说去破坏警车这样的行动 那么警方的自然也没有说出动这个高压水枪或者是胡椒喷入等等这样的不断爆料 那么民众也是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这个青瓦台的丑闻被披露出来 比如说我们最新看到了青瓦台曾经大量的构进这个美容用品呀等等啊 什么这个程度呢 最近的地方距离青瓦台只有两百米的距离 所以可见这个两百米是离这个青瓦台非常近的 不允许这个示威民众过于地靠近青瓦台 那么最近呢就只能走到这个光华文底下的这样一条马路上 那是一处这个当地的民众 那么在目前点燃了蜡烛之后放到地上的这样的一处地方 那么就这种烛光示威的这个方式 真正蜡烛点的还是觉得比较有点新奇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当这个烛光随着风都在飘动 那么就这样